化妝棉用久了吸收了很多粉底液 會大大減低它的推粉功能 不想隨便丟掉它 都是將它們洗乾淨 以卸妝邏輯去推論 最能去除化妝品的應該都是卸妝產品 今次推介兩款卸妝產品 和洗海綿水比較一下 清洗已經變成啡色化妝棉 測試它們每款的清潔力 首先試試12元店買回來的洗海綿水 海綿記住不要濕水 將清潔液直接倒在海綿上 按壓染色的部分再沖水 用廚房紙或毛巾吸乾水分再風乾 才能放回原位 洗海綿水只能稍微去除海綿上的粉底液 感覺清潔力都是一般 然後試試BioLette的卸妝啫喱 按壓再過水 原本三分二深啡色的海綿 變回只有三分一部分淺啡色 清潔力都算不錯 最後試試Lanage的卸妝油 一倒卸妝油上海綿面 海綿染上粉底液的部分 已經基本上變回白色 好像有溶解粉底色素的功能 再沖水 海綿已經80%回復潔白 再將剛剛試過其他清潔產品的海綿 用卸妝油再洗一次 海綿就變得更白了 證明卸妝油的潔力真是最好 其實海綿密度越低 使用的時間越短 就越容易清洗 所以一至兩個星期清洗海綿一次 就不用儲存太多污漬 又不用洗得那麼辛苦